伊朗示威潮继续蔓延 近期还延烧到库德族所在的地区 大批族人集结怒吼 全是为了哀悼在抗议中不幸遇害的16岁少年 但这些恐怕都是冰山一角 现在的库德族小镇更像是战场 政府派出大量的军警车辆 对示威者开枪 人权团体担忧情况可能更糟 周一起更多血腥镇压的画面在网路曝光 大街上民众尖叫四起还留有斑斑血迹 伊朗政府为了掩盖暴行 又实施切断网路的奥波 伊朗政府万万没想到这起因投金示威而起的抗议行动 整整两个月还是压不下来 这个月德黑兰地铁还出现民众整齐踏地高呼口号 只是下一秒就是一阵枪响导致人群惊慌逃窜 还有人勤急下跌倒在地 来不及逃的则是被警察带走 车厢内民众见状赶紧大喊声援 联合国表示伊朗从九月中开始的示威潮累计已酿成至少三百人死亡 遇害的儿童更是超过四十人 也难怪伊朗人会怒火中烧一把火烧毁已故最高精神领袖故居 除了血腥镇压CNN报道利昂当局还会性侵示威者 这位化名为汉娜的库德族女子就是受害者之一 汉娜被救出后凭印象画出警局平面图 她估计当时大约有七十到八十人被关在大厅 而大厅又通往四间拷问室 自己就是在里面被侵犯 CNN根据汉娜描述的细节和地标 确认关押地点就在伊朗西部的乌尔米耶 报道称示威者有时会被转送到不同地点关押 让家属找不到人 库德族团体出估 至少有两百四十人在这类拘留所失踪 甚至连男子都难逃性侵魔掌 在社群媒体上分享日常生活 伊朗这名打扮时髦的二十岁女性阿巴西 证实也是受害者 他因为公开批评政府遭锁定逮捕 被折磨到不成人形 最后还惨遭剃光头发伤势严重 这场血腥镇压引来国际关注 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外上百人集结示威 隔海怒抢暴政下台 伊朗的现况也令参加世界杯的伊朗球员蒙上阴影 近伊朗队长表示人民不快乐之后 伊朗队甚至在第一场比赛上聚唱国歌 以静默的方式表达对投金抗争受害者的支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